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多朋友等了很久了, Miss Jane Jane 看看有沒有人在 看看有沒有朋友進來 我們都知道其實我們是遲了一點點的 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去了大學做評判 很多評判做的 剛剛趕回來 所以如果見到有朋友進來的話 我們就Hello, 說個Hi 如果有人可以給點反應 或者給個Like 很快, 很快就有雙位數的朋友進來了 陸續都有朋友進來 其實他們等得很心急 我也知道, 辛苦大家 我見到有朋友說Hello 其實今晚就是公佈我們愈長愈好 福賽入圍的名單 我知道大家都很心急 其實很想說六天初賽 我們都聽了有很多好聲音出現 原來香港很多人都能唱得 沒錯, 香港很多人都能唱得 還有今次我們香港SINGA Channel 搞十年比賽 今次其實也是再一次證明 每一次比賽都有新面孔出現 也都有新的驚喜出現 一會兒我們公佈結果的時候 大家都會知道 有些可能都是比賽上 有些可能都是比較少聽到的名字 是入圍的 我們都覺得是很開心的 大家都可以參與 還有機會是公平均等的 不過我們現在等多些朋友進來 嘩, 厲害了 很多人進來了 但我想還有人進來 不如我們用短點幾分鐘時間 總結一點今次我們的初賽 好嗎? 其實初賽由上個禮拜開始 連續六天 合共有二十六場的初賽 四組賽事 非常激烈 不如換摩下大家的緊張氣氛 Mr. Jenner 你知不知道 最多人唱的男女歌手歌曲是哪個 我沒有做統計 但我想我已經會記得 我今天統計了 最多人唱的尤其是青蔥組 最多人唱的女生歌 一定是水公主 JAM的水公主 沒錯 她已經十年之後出了一個水王口 對 還有人唱十年前的水公主 證明的威力 廣東歌的威力 對 不過女歌手JAM這首歌 最多人唱 但最多人唱女歌手的歌 是Joey 蓉祖兒的歌 對 對 男歌手呼之欲出 我想就算我不講的統計數字 你也會猜到 張敬軒 張敬軒是最多人唱的男歌手 而最多人唱的男歌手歌曲是 百年書 不用統計都知道 而且青春上主也有很多人唱 也是 青春上主也有很多人唱 其實澤田的命硬也有很多人唱 對 但是陳奕迅和張學友的歌 其實也有很多人選唱 其實很多朋友都說 康星春有搞過很多比賽 但第一次 因為我們又和廣東廣播電視台合辦 又和New Way合辦 所以比賽是卡拉OK的比賽 很多人有一個換言一身的感覺 是啊 所以大家 平時可能有些朋友 是比賽的朋友 可能是一個不同的環境 卡拉OK仿唱歌 其實體驗也很不同 是啊 我們做評判 以及做organizer 那個搞手 其實都很開心 看到大家可以 玩得開心 唱得開心 好 好 那陸續愈來愈多人進來了 是啊 不過我們公佈之前 我們講了一些關於比賽的流程 好嗎 好啊 現在我們去到哪個階段呢 剛剛完成了初賽 今晚我們就會公佈 每一組最高分的十位朋友 即是十強 就會晉身福賽 福賽是何時舉行的 福賽就是今個 星期日2月24號 很多朋友已經問 究竟我們的地點 或者時間在哪裡 地點就是在銅鑼灣的CEO 是的 那我們的時間 就會分了時間 即是每一個組別分了時間 但是呢 就會以下午 整個下午作為比賽 其實時間就是 由下午的1點到5點 這四個小時 每個小時就會有一組的賽事 是的 但是呢 激烈的地方就是 那一組的十強固然會參加福賽 但是我們會在唱完十個之後 即刻計分 正常公佈 好緊張 每組的冠亞貴君 和兩人的優兒 即時頒獎 哇好刺激啊 哈哈哈哈 即刻心跳加速 那很多朋友肯定會問 究竟我可不可以帶朋友來看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這個場地 有限 所以每一位參加者 最多可以帶一位朋友出席 是的 玩完福賽 拿了獎 拿了冠亞貴優異 下一步又怎樣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決賽 我們這個好玩的地方就是 每一組會頒獎 但是我們會算出這麼多組 加上分數最高的20位參賽者 就會進身我們的總決賽 香港區的總決賽 就會在2月28日星期四晚上 在Megabox的CEO進行決賽 而爭奪的是全場的總冠亞貴君 還有最佳台風獎 以及最佳人氣獎 所以完成了這個福賽之後 第二天我們就已經進行一個網上投票 如果大家支持你身邊的參賽者的話 記得要like他一票 因為他最高票數的參賽者 可以拿了一個最佳人氣獎之外 還會在總分裡面加5分 5分很關鍵的 也很關鍵的 是的 而其實我們講講這個比賽 今年就香港星期頻道10周年 能夠搞這個越唱越好的比賽 其實我們都覺得很光榮 是的真的很光榮 其實我想很多參加這個比賽的朋友 都想著我來爭奪主打歌 或者是我希望可以在我組別勝出 但其實原來背後大家不知道 這個越唱越好 其實我們剛剛初賽完了 現在只不過是剛剛正式開始 如果大家有機會入到福賽 或者進身決賽的朋友 你們就會很精彩 不如我們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章情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比賽時常問參賽者 你知不知道如果拿了總冠軍 即香港區的總冠軍 會有什麼獎品 有人會回答 有自己的主打歌 可以拍MV 或者可以代表香港 想大陸 想大陸 想大陸比賽 爭奪全球歌王之王的說明 全部都對 但在這裏 其實Mr.Jan Jan 和Andy Sir 真的要詳細解釋給大家聽 沒錯 希望我們這次的Live 為什麼要這麼重要 想group大家 因為以下內容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要聽清楚 大家要聽清楚 其實Honger Singers Channel 搞這麼多年的比賽 我們是積極給一些民間歌手的機會 但很多喜歡唱歌的朋友 都希望有機會擁有自己的歌曲 出自己的唱片 甚至成為歌手 而今次越唱越好的精神 就是令大家可以成為歌手 因為當你能夠成為香港的代表 北上去廣州參加決賽的時候 不單止爭奪全球歌王之王的一個說明 更加重要 你上去就已經可以錄歌 會錄音 而這麼多參賽者會錄音出唱片 其實你拿到冠軍 你已經是歌手 你已經是歌手 而且我們上去就會經歷一個為期十天的一個拍攝過程 這個過程其實廣東電視台會負責整個拍攝 會帶大家去接受一些歌唱培訓 帶大家去錄音室錄音 甚至大家會拍攝一個節目 大家已經成為一個明星 沒錯 我講多一點的資料 以我的了解 我知道在這十天 或者大概兩個星期的時間 我們的冠軍代表就會北上 這段時間 除了你會去一個 在內地一個很出名的學院 叫做星海學院 就是一個培訓之外 也都會在那裏錄音 錄你的歌曲 已經是你的歌曲 之外 也都會去八個不同的地方 去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也都交流你的音樂 也都可能會和其他海外的選手一起合作 團結做某些事情 然後就會將大家的音樂 以團隊精神發揚光大 這個廣東歌 即是能夠踏上內地 這個比賽之旅 其實都不只是一個比賽之旅 是一個音樂交流之旅 你會認識到很多其他地方 都是唱得很好的朋友 另外在電視台那裏 參與拍攝 還有可以參與錄音 出唱片 擁有自己的歌曲 哇! Miss Jen Jen 好像很多夢想 我想問一下你們覺得正不正 大家覺得正不正 你們覺得正不正 我想說 其實我現在很想不做評判 我想去參賽 我也想 我也想 我們退出 然後參賽 真的很驚喜 即是當我們知道這個安排之後 我們都說 誰言欲敵 不如我們上去吧 但是始終我們是搞比賽的 我們希望一會入圍的朋友 聽完我們這次的解釋之後 更加努力 還有在這裏 我們公佈之前 我們要宣佈一個 我們都是剛剛知道的驚喜消息 Yeah! 準備啦! 準備好未? 準備啦! 未公佈入圍結果要宣佈這個驚喜消息 我們的章程 初時就是講 香港區的總冠軍 全場總冠軍 就是可以成為香港區代表 北上 踏上剛才說的 這麼神奇的比賽之旅 和歌手交流之旅 而剛剛我們聽到大會的一個最新消息 為什麼會有這個消息呢? 其實是因為大家 因為我們講過 大家每一天初賽 你唱歌的片段 我們會馬上傳送去 廣東網路電視台人去看 他們聽完之後 哇! 他們給我們這個 feedback 就是初時 他真的沒有上過 原來香港 這麼餓苦藏龍 聰明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香港也是一個城市 是呀 就是全中國來講 是嗎? 但是他們導演聽完之後 其實真的覺得我們香港文藥 非常唱得 要給點掌聲 給點讚 給點心聲 因為你們 所以他們現在決定 除了總冠軍 是可以北上 踏上神奇的比賽音樂之旅之外 全場的總亞軍都可以 哇! 即是有兩名的機會 多了一個名 大家努力一點 冠軍、亞軍都可以北上 成為歌手 大家要知道 我們這個越唱越好 就是廣東港電視台 他們另一個台叫荔枝台 裡面已經有很多很多的觀眾 你擁有 你知道內地的人口有多少 沒錯 所以這個Miracle的旅程 真的 踏上者無盡旅途 真的很開心 我現在很興奮 可以幫我參加嗎 其實我最興奮 就是因為他們看到大家初賽的片段 才決定加到一個名額給我們 對 即是我們最初都不知道 其實作為香港人的一部分 或者香港喜歡音樂 我很proud of 所以大家繼續唱好你的歌 好嗎? 我覺得參賽者繼續努力去唱 我相信有人會看到 我們香港民間一些唱得的人 他真的是他們的實力 我們覺得很驕傲 是的 真的很驕傲 說到這裡 除了驕傲之外 我想其實更加心急 我們本來這麼吸引 那首先就是 盡真福彩才行 我們即將就會公佈 但是呢 都先提提大家 因為我們的時間是很趕忙 很趕急的 所以我們公佈完之後 稍後 我們就會將那個名單 再次會放在我們 香港聲音頻道的Facebook 讓大家清楚確定 大家知道已經入圍了 另外 跟著我們就會發出一個電郵 給那40位 即是每組10位 一圍者 大家記住要check email 因為大家明天 3點前 要立刻回覆我們 究竟你能不能夠出席 這個星期日下午的福彩 沒錯 如果這麼巧 你真的有些事情要辦 是不能夠出席的呢 我們會立刻找一些後補上去 沒錯 不要浪費了這些機會 即是說 其實一會兒我們宣布的名單 就算沒有你的名字 你都或者還有機會 因為可能入圍的朋友 他沒有空 他覆了我們說真的來不了 那我們就立刻退 第11名 第12名 第13名上去 哇這個比賽真厲害 大家記住了 覆賽是不可以轉歌 一定要唱回初賽那首歌的 是的 大家不可以轉歌 我知道可能大家有些朋友說 去完這邊有個首歌 但去完那邊沒有那首歌 現在告訴大家 是在銅鑼灣CEO 大家去銅鑼灣CEO 試一下你的首歌 還有你記住 我們New Way很好 給了全單九折我們 趁這個時間 我們這個優惠 趁這個時間 再參賽者 知道嗎 還有給個提示 因為初賽的時候 雖然我們不能夠改歌 但有朋友呢 其實唱了那首歌的某一個版本 發覺不是那麼理想的 你可以用那首同一首歌的另一個版本 版本你可以改 沒錯 所以如果初賽的時候 你不滿意你的版本 我會真的建議你 接下來這幾天 是的 真的抽時間去New Way 最好去銅鑼灣CEO 因為我們在那裡比賽 然後試一下你的首歌 還有什麼不同的版本 找一個最適合你的版本 到時來覆賽 告訴我們工作人員 你要這個版本 因為其實那個半奏音樂 都很事半功倍 是的 會的 會影響表演的 好啦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 究竟我們的公佈 當然啦 我們講得這麼熱癡 我要再 在這裏 其實距離的複賽和決賽 是很短的時間 既然大家都有這麼多人在 我就再講多些細節 在我們複賽 這個星期一 我們那晚的晚上 應該大約是十一點鐘的時間 我們亦都會開Live 會跟大家講過 最後二十強究竟誰入圍 但是呢 入圍的二十強的朋友 記住了 在二月二十五號晚上 即是星期一晚上 星期一晚上 我們就要開一個簡介會 地點就在香港Singer Channel 即是尤馬地那裡 之後在E-mail裡面有寫的 九點鐘我們要開一個簡介會 每一位參賽者是必須要出席的 因為我們實在有太多東西 要跟大家去分享 賽前 賽後 接下來要上內地比賽 怎樣去安排 你究竟會做些什麼 我們都想一次過跟大家講完 嘩 真是好興奮 我可不可以隨團 我可不可以跟團一起去 我想很多香港玩慣 一些民間歌唱比賽朋友 都未試過這個體驗 很驚訝 即是可以觀摩一下 比賽的過程已經很棒 是 又可以參與拍攝 有自己的歌曲 跟著爭奪全球歌王之王 有些夢想 還有我很開心 即是香港Singer Channel的第十年 我們終於可以跨進一大步 不單止是做一個這樣的比賽 我們可以成夢 將一些真的唱歌的歌手 變為真的歌手 沒錯 還有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們很感謝很多朋友 是真的很積極參加我們辦的比賽 謝謝你們 當然每一次我們都會有豐富的獎品 但今次除了豐富的獎品之外 我們真的覺得很榮幸 可以帶大家去一個不同的境界 一個不同的領域 去到內地去完成 剛才我們說的這麼多夢幻的歌手經歷 我想這個歷程 無論將來的結果是怎樣 我想對於大家 即是在人生裏面 都會有一個很難忘 以及很值得去紀念的一個時刻 所以 真的 都未宣佈 我們已經覺得很棒 好了 我想大家都很緊張 他說你們不如問這個 我們公佈的 現在這一刻 我們每一組都會公佈 但是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準備了 那十名入圍的名單 我們隨之間會抽到那個先後次序 即是第一個公佈的 你就是屬於一號 好嗎 簡單的一句 其實我手上 譬如我們率先會公佈同夢組 我已經有一個信封 裡面是有同夢組 入圍十位朋友的名字 那一會兒我們就會把這個 我率先拿著 就會放進我們的抽獎箱裡面 是 倒下去 然後我們公佈的同事 也會抽它出來 那就跟回先後次序 順便抽到福賽的出場次序 不是緊張加緊張 那今天簡單一點 那就來了 我們同夢組 好嗎 先倒下去 先倒下去 裡面就有同夢組十強的名單 Mr.Jane 不如你抽頭五個 好 大家看我勝手 開始了 同夢組先 大家聽著 第一位的朋友是 一號 同夢組一號出場福賽 吳欣賢 你是你本身的傳奇 恭喜你 吳欣賢 先拔頭籌一下 福賽都是第一個出場的 同夢組的二號出場 二號出場的朋友是 吳遠民我們都受傷 恭喜 實踐入圍的兩位朋友 好了 第三位 我們先公佈這位 第三位入圍的朋友 朱欣宏 櫻花樹霞 張敬軒的歌 恭喜朱欣宏 大家如果入圍的 或者不入圍的 給點like來支持 剛才三位朋友有沒有看 給點反應 哈哈 是不是這位 這個like看到了 第四位 第四位 同夢 何善如你 就算世界無童話 恭喜你 四號 同夢組 跟著 第五位 第五位的朋友 就是 蔡凱琦 她唱的是 到此為止 哇 蜜章章已經抽了五名 不如我又抽五名 好嗎 好啊 同夢組入了一半 還有五個的名額 究竟是不是你呢 那就讓我來抽吧 好嗎 好啊 我現在先抽第六號 福塞同夢組的朋友 她是 唱給自己的情書的何子清 恭喜你 耶 是啦 好啦 跟著 七號 七號的朋友是 唱 喜歡你的何彥璇 恭喜 恭喜 還有三位 還有三位 好緊張 好緊張 來啦 好 八號 是不是你呢 這位朋友 很小 我問過她那天 她只有八歲 但她居然唱譚校長的 愛情陷阱 恭喜你 羅康銘 入選 八號 剩下兩個名額 我想你同夢組現在很緊張 是啊 好啦 我們先抽一個 九號 嘩 嘩 這首歌剛才有人唱了 即是說 十強裡面 有兩個人都唱這首歌 另一位唱 就算世界無童話的 傅 榮 恭喜你 耶 好了 第十位 也是我們最後一位同夢組入圍的朋友 我想未聽到你名字的朋友 現在是不是心跳加速 是 你相信 這一位朋友呢 都是很小的小朋友來的 而唱的歌就是 Beyond的珍的愛你 恭喜你 張一鳴 成為我們十號 最後一位同夢組入圍的朋友 恭喜 如果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不重複了 但我們之後會post一個名單 我們緊接著下一個section 好啦 我們現在來 順回年齡吧 青蔥組 青蔥組很大競爭 我想告訴大家 青蔥組 我們真的選擇十位參賽者 去看比分 但看完這分 其實就算第十一名 其實都是差一分 而且唱得很好 一分一分一分 他們唱得很好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很想入多一點 但奈何十名就十名了 青蔥組應該是我們今次 這麼多個組 比之中參賽者最多的一組 是啊 見得最經典 但我們因為規矩 我們一定要入十個的 所以十個真的是 事不宜遲 好 來了 青蔥組 倒下去 倒下去 朋友是 他是唱 愛與痛的邊緣的 錢偉浩 恭喜你 恭喜恭喜 一號 好了 二號的朋友 青蔥組來了 我也有點緊張 這位朋友是唱Beyond的歌 光輝歲月 恭喜你 梁景廷 Woo Yeah 好了 三號 青蔥組 三號 恭喜你 郭子軒 他唱的歌是天梯 好了 四號 四號的朋友 這位朋友唱的歌是 連絲硬的歌 只想與你再一起 恭喜你 蔡海榮 恭喜 好了 那我抽第五個了 好 青蔥組 第五位 入圍的朋友是 麥丙發 你唱的歌是 留下鑰匙 恭喜 謝謝 是否五位 只剩下五位 好 好 好 那你幫我寫 OK 好 好了 第六位 第六位 好緊張 你很緊張 你先看誰 他很好聽 他是長子的萬景廷 恭喜萬景廷 恭喜萬景廷 第七位 第七位 第七位的朋友是 沈松組 無表面相行的王子彤 恭喜王子彤 然後呢 第九 第八 第八 最後三位 好緊張 好緊張 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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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受傷的月玲瓏 月玲瓏 恭喜你 然後呢 第幾位 還有兩位 這個是第九位 好緊張 好緊張 先形容一下 大家好 心跳比較粗 未二這位 只有兩個quater 這位朋友 我知道他是昨天來比賽 昨天來比賽 最後一場 是突然之間改歌的 不然之間改歌 真比特 范高潮 恭喜你真比特 第九位 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這位不行 在我最後一位 抽青春組的時候 我想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失望 是的 很多時候 都不是一例 都會成功的 但是我知道 大家已經很盡力 分數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接近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唱好歌 尤其是唱好 我們的廣東歌 以後 接下來 會不會還有更多 不同的比賽 當然會有 不停去鍛鍊 好嗎 最後一位 都要公佈了 我們先看看 誰來的 十號 青春組 第十位 這位朋友 唱的這首歌 是一首情歌 真的是一首情歌 因為那首歌 就是叫做情歌 恭喜你方崇一 成為我們十號 正中組 恭喜 恭喜 我都要跳 等一下才會很緊張 太緊張 太緊張 其實我們都很緊張 我們非常緊張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唱得很好 我們都很想大家會入圍 但是我覺得比賽這件事 我們繼續努力 先贏人要贏自己 贏自己的心態 就算大家 這次還未能入圍的話 下次再繼續努力 好 我們來了 好 飛躍組 同樣一個非常激烈的組別 公佈了 好嗎 我們把那些名單全部倒進去 飛躍組 看看有沒有靜 沒有了 沒有了 好 全部倒進去 你先抽五個 好 來吧 飛躍組 第一個入圍 飛躍組也是很厲害 第一個入圍 福塞第一個出場的 來吧 他是 蔡逸軒 雙衣為名 陳小春的雙衣為名 蔡逸軒 恭喜你 好 第二位了 飛躍組 飛躍組 是不是留意了 來吧 好了 飛躍組 第二位的朋友是 王家陽 酷愛 張敬軒 哈哈 少了兩個quota 已經 第三個 還有哪個呢 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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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賢 月半小爺 恭喜你 月半小爺 黃俊賢 第四位 第四位 來了來了來了 第四位了 飛躍組 歌記 呂卓恩 呂卓恩 恭喜你了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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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躍組的五號 五號 抽一次 飛躍組 高立文 濕雲基 哇 那些高藍道歌曲 另外這五名你抽吧 喂 很多未有名的朋友 大家是不是很焦急呢 會不會我把你的名字抽出來呢 是的 是的 第六位 第六位 六號 飛躍組的六號 就是 好緊張 好遠的 好遠 好遠的 遙遠的他 顏知行 恭喜你 六號 六號 好緊張 好 繼續 七號 七號 七號的朋友 哇這首歌剛才是另一個組有人唱的 是的 不過這個是不同組的 是的 都是外語痛的邊緣 唱的朋友是廖國庭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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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應該剩下三個 是的 最後三名 最後三名 來吧 這次是八號 剩下三個 飛躍組 這個是 咦 他是唱陳柏宇的歌 嗯 這首歌我也很喜歡 很好聽 一號 恭喜你 金健 恭喜 好了 真的剩下兩個名字 不夠分 怎麼辦 飛躍組 看家的朋友 還沒有你的名字 你們的飛躍組怎麼辦 不要緊 九號 可能是你 是不是你呢 那個名字是英文名 來的 LOVE ME ONCE AGAIN 恭喜你 梁少敏 耶 最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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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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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位 飛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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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圍的 歌名 這首歌 是側田窗的 歌名四個字 美麗之序 恭喜你 潘日文 恭喜 恭喜 十個 好了 十強了 飛躍組十強誕生了 非常之緊張 非常非常非常緊張 好了 非常緊張 現在 去到最後一組 就真的 吹燦組 吹燦組 都競爭很激烈 又是真的 因為人生經驗豐富 他們唱歌的演繹 真的很好 我覺得 所以也是很冷戰的 還有他們選的歌的總量 是非常之多的軟化 好了 OK 我們把吹燦組倒進去 吹燦組 來吧 好 全部倒進去 我抽了 好 頭五個 希望大家都繼續 再看我們這個Live 吹燦組 一號 即是福賽是第一個出場 吹燦組 一號 Ms. Zhen Zhen 高台貴手 這首歌是 女歌男唱的 很棒 我很喜歡他的台風 劉子騰 曼珠沙華 向妹姐致敬 恭喜你 劉子騰 千不投筹 2號 2號 來吧 哇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經典的電視劇歌曲 當年 麗的電視 我還沒出生 還沒出生 但你首歌很Hit 鱷魚類 陳蘇華 恭喜陳蘇華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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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出場 第三位入圍的 吹燦組的朋友是 吹燦組的朋友是 嘩 眼前一亮 很多人經常叫我 是嗎 經常叫我做女神 弱敏奇 恭喜弱敏奇 三號 第四位入圍的朋友是 吹燦組的四號是 嘩 嘩 這個人很厚的 對 很像學友 因為他就是學友的歌 舊情綿綿 顧玉華 恭喜顧玉華 好 來吧 第五位 第五位的朋友就是 好緊張 好緊張 嘩 哇 這個很有feel 這個 你去燒東西吃要用這個東西嗎 叉 對嗎 對 要用膠叉 要用膠叉來燒 那首歌是加了點 叫膠叉點 李震鵬 恭喜李震鵬 我這樣形容也挺好 即是居然你聽聽李震鵬在膠叉點想起燒東西吃 對 還是無常無常想吃東西吃呢 我是很想燒東西吃 你要搞我 越唱越好燒東西吃 這個大家可以的 好了 一半去了 給你了 那麼很多 趨燦組還在等著 只有五個 真的嗎 真的五個在這裡 好 來來來來 鐵中了 最後五個 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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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位朋友 厲害了 因為他將一首合唱歌 用獨唱的形式參賽 恭喜你六號 羅艷河 日與夜 耶 好 第七位 第七位 第七位了 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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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又很有味道 剛才那是一年來的 剛才日與夜是億年的歌曲 七號這首歌都是億年的歌曲 厲害 是依然 恭喜你 刑惠華 恭喜七號 恭喜 我們剩下三個 真的三個 三個了 吹燦組只剩下三個 八號 好緊張 好有功架 是的 期待福賽 運身解數 八號 恭喜你 馮小平 萬步人生路 恭喜 恭喜 只剩下兩個 摧燦組 很多人在等 正在等 心跳 九號 吹燦組 九號 哇 好涼的 好涼快 好需要 今天比較焗 我們需要風 是需要風 恭喜你 陳秀慧 歌曲是余風 耶 最後一位 最後一個了 吹燦組 最後一個入圍 究竟是誰呢 究竟是誰呢 我想很多人都心跳加速了 吹燦組 最後一個 我記得我讚過她 我都讚過她 我說她唱得好過汪阿姐 那即是你首歌是汪阿姐的歌 哈哈哈 龜凡 莊佩林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耶 啊 我們終於都公佈了 四組組別的名單 是啊 是啊 也都在這裡 真的很想跟所有的 參加越唱越好的參賽者的朋友 包括你是入到也好 入不到的朋友也好 我很多謝大家去參與 今次這個比賽 因為 因為是你們 所以成就了 將來他們的Miracle 所以 內地見到 導演見到 原來你們唱得這麼好 不如給你們一個名單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鍛鍊 還有 希望大家唱歌 唱多些廣東歌 有時候比賽的時候 唱多些廣東歌 沒錯 支持我們香港人最厲害的 就是廣東話 我相信大家參與這個比賽 初時 都只是很簡單 去交二百元的報名費 以及交一張報名表格 可能只是網上填你的資料 但是 經過我們不斷的解釋 知道原來 能夠勝出的 是真的會踏上一個 很神奇的音樂之旅 我們今次是不讓流行歌手參加 原因是因為希望民間的朋友 真的有機會 至少在人生裏面 有一次機會 踏上一個做歌手的夢想之旅 這件事包括我和Mr.Jan Jan 都未正式經歷過 其實 我們都很想經歷 這次的Miracle 令我回想起 我十年前為何要搞香港星的頻道 因為我覺得 民間有很多 真是很唱得的人 民間的歌手 但是他可能會欠一個機會 很多因素 就是要成為一個歌手 但是這次正正就是 這個比賽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大家 去將你的好聲音 給更加多人知道之餘 原來 你都可以做歌手 而我和Mr.Jan 衷心希望 我們都是作為香港人 我很想入圍這四十位朋友 加倍努力 去練習 爭取更好的成績 因為 其實我們複賽的過程 亦都會拍攝在岸 亦都會給內地電視台的朋友看 我希望再一次感動他們 再一次令他們感到驚喜 我們香港的民間歌手 是很唱得的 是絕對 是可以有和海外選手 是分庭抗禮 一較高下的實力的 我相信作為一個香港人 香港一個愛音樂 喜歡唱歌 喜歡聽歌的人 我們會為你們感到驕傲 我希望 接下來冠軍 或者總冠軍 總亞軍 可以代表香港為港爭光 一定是 對你們 是充滿寄望的 四十強 加油 未能夠晉身的朋友 都要繼續加油 因為未來會有更多的夢幻機會 送給大家 留意我們香港Singer Channel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Live 多謝你們 記住留意 Live之後 我們會正式將四十強的名單 再post一次上香港Singer Channel的Facebook專頁 大家亦都跟手 會收到我們的電郵 入圍的朋友 記住準時回覆 好吧 我們福賽見 多謝你們 拜拜